爸你怎么了,你别吓我呀 大家好,今天本诊所新开业 各种药品优惠大促销 还有免费的汤药赠影限量供应 免费的汤药,那我快进去尝尝 咦,那位老先生不是医术大咖黄斧瑶吗 原来他老人家又开分锁了呀 黄斧瑶,他很厉害吗 嗯,他的九转灰魂真非常厉害 前几天还上了电视新闻呢 说他用针灸治好了汤 换了十多年的老病人,简直太牛了 发生什么事了 天鱼,我们进去看看吧 走 爸你怎么了,你别吓我呀 妈呀,这些免费的汤药不会有毒吧 我刚才可喝了不少呢,不会有事吧 惨了惨了,我还这么年轻,也这么帅气 我不想死啊 这是怎么回事 你们该不会是放错药了吧 绝对不会的 我们严格执行熬汤程序煮后也是我们自己先喝一次 没事才拿出来得大家品尝的 现在我们没事,大部分人都没事 应该是那两个倒下的人自己出现了问题 都不用惊恐,有老夫在 大家放心,有我爷爷在 他们就一定不会有事的 他们是心脏病发 小维,找一下他们身上是否有带心脏药物 爷爷,找到了,快喂给他们吃 没用的,极度的痛感会让人本能地咬紧牙关 固体的药物喂不进去,只能吃液体就新药 爷爷,喂不进去啊 用液体的 好 原来这个外卖小哥还会医术啊 出现了,出现了 这是我们整时摘的不喘之命 也许我们的正点遗述,就转回魂针 太好了,皇甫沈医把他们都救回来了 沈医果然是沈医,太厉害了 不,两个病人只是暂时苏醒了 可依然还有巨大的生命危险 天宇,你可不能乱说啊 静静,我没乱说啊 你说什么呢 我爷爷可是一颗圣手 华海第一医院的院长见了我爷爷都得恭恭敬敬的 他都已经把人就回来了 你一个送外卖的哪来的自信说 他们还有生命危险 我看你是来捣乱的吧 是啊,我们师尊的医术 岂是你一个送外卖的可以小看的 他们病情很不稳定 万不能耽误 你们最好赶紧把人送到医院去 你小子有完没完 我爷爷学胡救人的时候 你还在吃奶呢 你那么有本事 怎么还到处送外卖呢 神经病 你们说话就说话 怎么还骂人呢 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很快他们就会被事实啪啪打脸了 我必须再次强调 现在病人的情况非常危急 不赶紧送医院 损失的可是你们整室斋的名声 送外卖的 你不要胡说 我黄斧妖行医十几年了 还轮不到你这小子在我面前放肆 你们只剩下十秒的考虑时间了 老子实在是忍不了了 我去 这是什么情况 都说了十秒内他们会出大问题 老先生 现在给您救人的时间只剩下一分钟了 什么 就剩一分钟救人 这也太玄乎了吧 这 怎么会这样 这个一语到货问题的外卖小哥 到底是何方神圣 他都没上手诊治过病人 只凭双眼观察 怎么会这么了解病情 爷爷 您赶快试真了 刚才的九转回魂针已是我压箱底的技术了 看来我还是有副神医之名啊 怎么会这样 爷爷的九转回魂针不是无所不能的吗 不要啊 师尊 如果连您都无能为力的话 那这对父子岂不要命居一次了吗 是啊 师尊 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整室斋几十年的生育就毁于一旦了 这个外卖小哥第一次提醒是十秒第二次是一分钟 可见他对病人的情况了如指掌恐怕只有他才能救呢 外卖小哥如今情况紧急请你救救这两个人吧 爷爷这个外卖老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您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啊我们整室斋的生育怎么办 现在紧要关头不是想整室斋生育的时候你平时学的医者人心都学到哪去了 爷爷我 先生我向你赔不是了 求您救救他们吧 这可是两条鲜活的生命啊 求求您了 先生我们正式摘求您出手救人 先生求您了 老先生万万不可啊 您快起来 大家快起来吧 我出手就是 系统我要启用神级医术 神级医术已开启 真气一阵风 手无针点穴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真气风穴 这怎么可能呢 不是早已失传了吗 好了他们已经安全了 天鱼你好厉害啊 我对你的崇拜又多了几分 外卖小哥果然是个神奇的物种 牛太牛了 简直够人啊 此人真乃神人也 外卖小哥 刚刚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 愚昧无知到几点啊 感谢您出手相救并保住了我们整式斋的招牌 不知你是否有意加入我们整式斋 薪资是你现在工作的十倍 哇 十倍啊 如果他现在的月薪是五千 十倍岂不有五万了 是啊是啊 这么好的条件 外卖小哥快答应他 十倍 我现在有系统的加持 一个月的收入最少也得有个几万亿吧 十倍那不得几十万亿了 老爷爷 我太贵了 我怕您付不起啊 那个 谢谢你的好意 不过 我还是更喜欢送外卖 静静 我们走 不会吧 十倍的收入都不做 这外卖小哥是使金钱如粪土吗 说不定人家是富二代出来体验生活的呢 哇 Woo!